核三廠今天要研議 它必須五年前就啟動 這樣的研議的程序 那現在沒有啟動 你們修法改規定就好了 現在行政部門 行政權力無限大 除了不得生孩子 什麼都可以做 核三廠二號機停不停 攸關台灣用電需求 行政院長周永泰到立法院 進行能源配比及電價政策專案報告 指出明年再生能源達16.3% 目標2030年 綠電配比達到30% 在報告裡面提到了 第一次能源轉型 已經達到了一定的目標 第二次能源轉型 現在賴總統全力的被動 好 我知道院長講得非常含蓄 你也不敢完全來搏 鄭崇華先生所說的話 我們感謝大家對我們的能源政治 提出任何的提醒 其實就是國安問題 因AI快速發展 恐怕導致國內供電短缺 就連台達電創辦人鄭崇華都表示 非用核電不可 究竟電力哪裡來 在野黨立委輪番出招 從用電需求到台積電競爭力 卓榮泰見招拆招 對於美國共同黨參選人川普 一再高台的台灣偷競片說 卓奎再三澄清 台美之間雙方基於相同理念的民主同盟 過去到現在的關係發展都非常的良好 我也相信美國的主要政黨 對美台關係的認知跟未來的發展 是有絕對高度的共識 不只台美互動良好 中泰掛保證 不管在民生跟產業上的用電用水 都不會產生大的問題 要外界不必過度擔憂 建築運動不到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